1.莫国康 莫国康是民国时期北大毕业的高材生 但毕业之后却投靠了日委助纣为虐 抗战胜利后 又一手策划出逃日本 后在国联的压力下 被日本遣返 才被军统局收监 后来在国内审判席上 被判处了十年的有期徒刑 他在北大独大三的时候 就成为了当时的伟上海市市长陈公伯的情妇 而这位陈公伯市长是汪精卫的得力干将 也就是汪伟政府的二号人物 他的主要汉奸任务是 为日本鬼子提供粮食供给 2.师旦 师旦也是汪精卫的情妇 两人是在一次有人聚会认识的 后来师旦爱慕汪精卫的才华 两个人才走到了一起 可能大多数人都没有听说过他 事实上 师旦出身于书香门第 是一个具有传奇故事的女子 她在汪伟政权里担任著重要的职责 甚至一些汪精卫犹犹豫豫不敢做的叛国行为 都是师旦去做的 在汪精卫去世后 师旦潜逃到香港地区 一直活到了九十多岁 死前还对身边的人说 他这一生没有白活 可见这位女汉奸临死之前还没有悔悟 3.川岛方子 川岛方子是清末肃亲王的第十四位女儿 末代皇帝溥仪的堂妹 辛亥革命后 被父亲作为礼物赠送给了一个日本浪人 从此他改名为川岛方子 川岛方子进行过满洲事变和上海事变等日本间谍暗中活动 他曾参与过黄姑屯事件 918事变等重大秘密活动 并亲自营救婉容皇后等 还因此受到了特务投资田中龙吉 土肥原贤二等的大家赞赏 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时 他在北京被军统逮捕 也因此结束了他为满清赴国奔波的生命 4.李湘兰 民国时期李湘兰出生于辽宁 但他阻籍在日本 抗日战争时期 野心勃勃的日本不仅对中华大帝进行武力侵略 同时还实行了无耻的文化入侵 后来日本的文化入侵发展到鼎盛时期 李湘兰就被日本政府包装推送到大众眼前 通过他的歌喉对中国民众进行洗脑 比如宣传什么大东亚共荣之类的 抗日战争结束后 李湘兰被国民政府判处死刑 但最终由于种种原因 最后还是被无罪释放了 李湘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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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